爸,你昨天不在家的时候,我被我妈揍了 嗯?怎么了? 你读完这个就知道了 作文,关于圆明园是谁烧的这件事 今天老师问我,圆明园是谁烧的 我说,反正不是我烧的 老师当场就给我妈打电话说 你女儿越来越不像话了 我问她,圆明园是谁烧的 她竟然说,不是她烧的 当天回家我就被我妈揍了一顿 该 她一边打一边问,是不是你烧的 快说,到底是不是你烧的 我不扛揍啊,最后只能认了 你认她干嘛 第二天听到妈妈给老师打电话说 昨晚她已经承认圆明园是她烧的了 老师你别担心 过两天我让她爸带人去给你们重建一个 你妈是250吧 那圆明园我能见得起吗 我现在算明白了 合得你是遗传你妈的智商啊 你看你写的作文 不正常的爸爸 我的爸爸是一个标准的80后 钱没赚到 家也没顾好 想到他我就特别心酸 你还知道心酸啊 他这辈子最怕一个穷子 可怕什么就偏来什么 一年365天要工作360天 从来没有周末 到年尾还是微信空 支付宝空 银行卡空 钱包空 简称四大街空 我是和尚呀 还是四大街空 他说谈退休太早 想创业太老 想刷抖音学习 可刷着刷着就刷到美女了 拖着150斤的身躯 却扛不动100斤的水泥 但100斤的妈妈 她却跟抱小鸡仔似的 而且一天抱好几次 也不见她喊累 我就慢慢了 100斤的水泥和100斤的妈妈 难道不是同样重吗 不是你这么写 我以后还怎么好意思出门呀 秀儿 秀儿 秀儿是哪个 英语单词当然秀儿 那读物秀儿 秀儿 下一个 摁脚 摁脚 哦 秀儿给你摁脚啊 什么秀儿给我摁脚啊 单词享受摁脚 要是enjoy 你当年是怎么上的学呀 小时候家里穷 农村里上学哪里学这么多 哪像你们现在学习条件这么好 你们当然就会找借口 自己不努力 还怪地球没引力 我说不过你 反正我对你要求也不高 以后能上个学就行了 我可不像你 我要努力学习 以后考到北京的大学去 呦 那你想好以后做什么了吗 我想好了 我以后要像桂海潮叔叔那样 从我们这个小县城走出去 飞上月球 但是不知道桂海潮叔叔 学的什么专业 算了 说了你也不懂 我让他也下载一个看看 回来顺便给你带他圈子 当一群老师被囚禁在 异间屋子里的时候 你倒是挺敢想哦 这老师是跟你有多大仇吗 语文老师在写遗书 数学老师在计算生还的几率 物理老师在思考如何能够产生淡水 化学老师在计量 黄间里的氧气还能撑多久 这两位老师做的事倒是挺关键哦 美术老师在给大家画像留恋 音乐老师在唱祝你平安 英语老师大声的喊 Help me 都这个时候了 能不能不说英文了 万一外面有的人跟我一样 听不懂英文怎么办 直接说救命不行吗 地理老师在推算 这个房间的具体经纬度 历史老师在考究 这个房间是什么时候建成的 用的是几号混凝土 这地理老师历史老师心情大 都这个结果眼上了 还研究这个干嘛呀 只有体育老师走到门前 二话不说 一脚把门踹开 然后带着所有老师逃了出去 事实证明 体育课才是主课 是最有用最现实的课 关键时候能救命 那你这意思 以后就上体育课就得了呗 什么冒山障 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啊 你上课认真听了吗 就听老师上课又没讲 那老师讲过 让你回家就要玩手机吗 讲过让你放假 就要在家打游戏吗 那我妈也没讲过 让你出去喝酒吗 想过帮你喝酒喝到三更半夜吗 有人 我只教你一遍啊 水的法译词是什么 牛帽三章 什么 牛帽三章 水的法译词 喝水的水 这跟牛有什么关系 不是你说的吗 如果这人不行 就说这人好水 如果这人好厉害 就说这人好牛啊 三国基本都是狠人 水虎基本都是男人 红楼基本都是女人 西游基本都是人 那你写四大民族的官后感 你写的什么呀 三国是一群叛乱 水虎是一群罪汉 红楼是美女真艳 西游是动物泛滥 三国是军师救我 水虎是哥哥救我 红楼是妹妹救我 西游是悟空救我 三国写的是官 水虎写的是匪 红楼写的是人 西游写的是妖 看三国满脑子是记 看西游满脑子是骑 看红楼满脑子是情 看水虎满肚子是气 你倒是没少看 三国朋友靠不住 水虎老大靠不住 红楼亲戚靠不住 西游神仙靠不住 南天爸爸也靠不住 那你说谁靠得住 三国我们军中有人 水虎我们道上有人 红楼我们朝廷有人 西游我们天上有人 总之一句话 你得背后有人 有人 总结 还有总结呢 我们又何尝不是 怀着一颗红楼的心 活在三国的世界里 想加几个水虎里的朋友 可结果遇到的 全都是西游记里的妖怪 你可真是人才呀 呀 呀 呀